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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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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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正站在镜头前表演有什么心得,哈威,要说真破电信网络诈骗,我敢说自己比较专业,但是提到舒畅,我完全是一个门外汉,属于五音不全的那种,也没有表演经验,而警察在日常工作中,有明确的形体规范要求,突然要有动作的表演会有一点不自在。 哈威,我扮演的就是警察的身份,其实就是本色出演,台词大概的意思,就是告诉大家遇到电信诈骗,一定要第一时间找警察,警察不会做事不管,这也是我们日常的工作内容。 北京报,看到成片之后,觉得这种宣传模式怎么样?哈威,整个拍摄过程,包括看到成片的受欢迎程度,我意识到这是年轻人,喜欢接受的宣传方式。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,想到一些形式,刻意的防范电信诈骗的宣传内容,就能够更好的覆盖更多的人群,减少更多人的损失。 北京报,民族唯一线民警,觉得最有效的防范模式是什么?哈威,针对电信网络诈骗,我们的工作主要是打击和防范两种,防范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让群众上受骗,让骗子无理可图。 从这方面来讲,最有效的防范模式,当然是所有人都能够识破骗术,不倾信,不上当,本期编辑李小军。